答案又 variants 就是 就問先從這個 SFXlık 想說 是 如何做這個 一般剛開始就是 你問一些開試 看看一些經典 然後學一些修行與法 然後你要懂的 其實最主要 你如果想接触佛法的话 你为什么要学佛 佛到底说了什么你要知道 因为佛教主要是释迦牟尼佛创立的 那么你要了解这个人 到底这个人他说了什么 我觉得最好是先从佛教师看 因为一度马在上 一般刚开始学佛 你最要看看佛教师 这个人已经2600年了 他为什么有那么久的人格魅力 他影响到我现在很多 他到底在做什么 他说了什么 他的一生是什么样 如果你了解了他 你再决定说 我要不要学习他的东西 那么我从他学他的东西 我能得到什么 或者是我走背走向何方 你能有这些想法 否则你说我从哪入门呢 老师我教你个方法 你只能做两天你就不会做了 那只是一个方法 可能调心的是 你说哎呀老师我很烦 我能不能通过一个方法快乐一点 或者是宁静一点 那方法很多 你就比如说猎瑜伽 我说你大羽毛球猎气功 你出去你跟其他的蒙派 你甚至猎太子学都可以 是吧 但是佛学不是这些 有很多里边有英国啊 六道龙回啊 他很多基础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你要先看看佛教师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不错 这个流派挺好的 2600年 他确实值得我去探索 那么你就看看 再看看学习佛法这一部分 我们平时你看到的 因为对你来说佛学 你了解的就是生人啊 四月啊 上相拜佛啊 扣扣头啊 一般高开始学的都是 尼姑啊 和尚啊 好像就是这些 因为你只是看见一些像啊 那佛学 他的精神 精神就学在上 他我们是学佛的智慧 他智慧在什么地方 起泄出 那为什么你会 为什么很多人会 我们为什么要给那个菩萨 要扣头 他值不值得我去溃下来 这些你如果不了解的话 那就是 那你的信也不会真诚 你也不会走下去 你只是瞧解你的生活了 那瞧心 如果是只是瞧心 瞧解你的生活状态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 心灵鸡汤的东西 大法 一些什么 心灵鸡汤那些课程很多 我去参加一个什么培学 可能就很快了 回来过来 结果又不行了 是不是 对对 让你很不行了 但是佛学 它是让你从根本上 解脱这些问题的 它不是说 给你两三天的问题 它会提升你生命的等级 所以你就 如果你刚开始接触的 我就建议你就 看一部门上的几本书 听见的那些 一个佛教室 你可以浏览 那个不需要你记住的 你哪怕看不起 它不是有视频吗 又配着音乐 你就往下看 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不需要记 就是浏览 然后把佛学 学习佛法那一个 它都有视频 你直接打开 要看电视浏览 浏览完 你对佛学 就大概有一个了解 然后你就开始 学法门和经体 因为佛说的话 却在经里面 你看它经体里面 有法华经 我网上有一本法华经 讲的你可以浏览一下 所以法华经 因为经典太多了 可以说法华经 你就按这个磁地往下去 因为每一本经 讲的不一样 那刚开始呢 就是佛学 还有一种 就很重是定理的培养 因为你现在 你要是活动 什么呀 什么 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你说老师 道理我都 但是我一遇到 我就不行了 那就是定理不够 所以他就要 一般都开始 因为你不是出家人 不要求你离奇去 但是他属于走大城 你是在家人 在家里休息 他就很注重定理的培养 还有发心啊 定理啊 这些都要 还有你要对自己 还有这个世界了解 都要越来越多 那这种了解 不是从佛学的角度了解 而不是从世俗的网络上 去了解 你要从网络 跟微博上了解 那全是负面信息 这个世界是糟糕透的 是吧 人性是糟糕透的 但是从佛学的角度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角度 其实我们有时候 从根上去考虑 就是这些烦恼 一个结一个 一个结构 不是我们没有能力 有时候就算我们不学 不做任何 不学习其他 凭我们的聪明目去 有些烦恼 我们是随着时间推 也能解决掉 也能淡忘 但是为什么下一次 我们又掉在同样的烦恼 血涡里 总是 总是不同的 就是基本上都差不多 因为就名利其入这些事嘛 基本上就在这里边 不断的旋转 不断的打转 但是总是逃不脱 到那个时候 身心欲望 绝受就全缴在一起了 自己就很辛苦 就是一定要看清楚 你为什么从根上 你要一下子抽离出来 要看清楚 为什么老是掉在这些里边 你不是说 我有个小问题 我就去 就像我丫头或者什么 我去找医生解决了 解决了 下次你又开始了 是不是 最后有一天 你要问问 为什么我老是牙头 一定要想这个问题 你不能说 这个牙头我拔了 那个牙头又拔了 最后把全嘴的牙拔完了 最后说 为什么我的全部的牙都不好 或者我的牙巢是不是有了 你得找找其他原因 主要停下脚步想一想 我的烦恼有没有禁 这一段时间这个烦恼禁了 下段时间又来了 我的烦恼永无止境 我到今生结束为止 我的烦恼有没有一天没有 永远不再起来 如果这个世界能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达到这一项 让我的烦恼不再有烦恼 我再也不会烦恼 有没有一种方法 当年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他才出家 他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免除生老病死 所以他出家去寻找这个方法去了 那我们现在听下来说 有没有一种方法 不让我永远不再让我烦恼 也是啊 也是个方法 也是个角度嘛 不让我认识